在莆田有座碑坝 修了八年 用了千年 把这个严俭贪图变成了美景良田 哎 竟会有如此奇事 风吹草地 流水潺潺 如今的木兰西畔 好一番人间美景 但这话呢 要是搁之前 当地人高低底抓住你的胳膊不松手 问说 这种福气我给你 你要不要 不赖他们没情趣 那当时人家是有苦说不出 雨下先游 东西乡 水淹莆田 南北洋 说的呢 正是当时的木兰西 说起来 这个木兰西啊 是莆田的母亲河 但是呢 说他像个妈 更像是一个惹事的娃呀 历史上因他而起的洪灾 数不胜数 甚至引发过海水倒灌 洪水退去 这两岸都是严谨贪图 寸草不生 来形容 一点都不夸张 别说什么都没有 准确的说呢 除了莆草之外 是无一幸免 所以说早年间呢 这个莆田的莆字啊 其实就是 莆草的莆字 咸丰拂面 满目荒凉 此情此景 你挨得起来 修备 筑坝 是解决水患的首要途径 但是呢 莆兰西的下游啊 弯多水急 地基松软 犹如在一块豆腐上筑地 如果说设计不当 施工不巧 那决堤垮 垮坝 对沿岸来说 就是灭顶之灾呀 因此即便 涌如福建人 那也是吃过不少裤头的 在北宋年间 前四娘 林从事 两次尝试 在莆兰西的不同位置 渐备缓流 但都完败于凶猛的洪水之下 你以为咱们福建人 就此就放弃了 那不可能啊 就是要和这个莆兰西 掰一掰手腕 非得把她这个坏脾气 好好治一治 前两次失败的经验表明 面对莆兰西呀 这个强硬的截流 是肯定不行的 必须要智取 分流 早年间呢 这个泉州 修建的洛阳桥和安平桥 验证了 法行基础的可靠性 在米后人李红 和常乐高僧 逢致日的指挥之下 福州和莆田 再次梦幻联动 大家是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开船运食材 岸上搞后勤 现场画图指挥 还有人呢 捐钱捐物 干劲十足 时空现场 那叫一个热火朝天 跨越两朝 三亿悬之 木兰碑呢 就这么修起来了 像什么 这个滚水中立坝 一流燕闸 万金斗门 回篮桥闸等等 这些成果各顶各 那都是世界级的水平 放到现在呢 也值得让人好好去 发尔赛一把 咱们都是普通的百姓 可能搞不懂其中的玄妙 但是呢 每一个当地人可都知道 洪水被赶跑了 自此 贪图变成良田了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这座集 灌溉 防洪 巨贤 蓄弹 党潮 水运 余生的水利工程 综合体 滋润了万千的普天百姓 甚至当地的科举人数 都因此而激增 宋代呢 每42名进士当中 就有一名是普仙人 自此呢 木兰西南北岸 既有良田又有水网 自己自足不在华下 成了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千年来 木兰碑历经岁月的席礼 稳稳地注立于木兰西上 2014年 这座水利工程封碑 入选了首批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路 西水潺潺 鸟语花香 木兰西畔 终成一番人间美景 在一代代敏人的治理之下 这种福气 再没有人舍得放过了 福字旁边六张口 我是花儿 关注我 下期咱们接着聊 你不知道的福建